过分水岭 唐朝是一个以多著称的诗人时代 有的诗人多才 比如王维 琴棋书画那是样样精通 有的诗人多产 比如白居易 一个人就留下了三千多首诗作 而晚唐诗人温婷云 他的拿手好戏却是自作多情 他总喜欢穿一袭白袍 依靠在窗边 时而吹一支抒情的敌曲 时而付一首深情的词作 邪灰默默水悠悠 长断白贫舟 每次都能吸引巫术的眼球 自以为成了全民偶像 平日里卖弄深情 当然没有什么罪 但是你怎么能在科举考试的时候 也那么多情呢 当别人还在抓耳挠腮 苦想下一句该怎么写的时候 温婷云却只需要脑袋一歪 双手一插腰 灵感就自动上门了 提前打完考题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他看不下去别人干着急的模样 竟然自作多情的 替别人开始答题了 当中被考官逮了个正着 从此取消了考试资格 就这样 温婷云一手将自己的仕途断送在了多情上 不过这个浪荡才子倒也看得开 从今以后便开始了游山玩水的潇洒生活 《过分水岭》便是他在游玩当中创作的一首佳作 诗提名为《过分水岭》 分水岭指的是分隔两个水域的山岭 在这里特指位于陕西省的波种山 它是汉水与嘉陵江的分水岭 诗提的意思就是翻越过分水岭 波种山里草木茂盛 而山路又崎岖幽深 温婷云在山里居然一走就走了三天 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任何行人 但是温婷云却不曾感到寂寞 因为溪水无情似有情 入山三日得同行 尽管山花不严杂草不雨 但是温婷云有幸遇到了一条欢快的小溪 这看起来无情的溪水似乎又很有情意 所以进入山林里三天以来 他竟然一直一直与温婷云接伴同行 多情的温婷云遇到了一条多情的小溪 他瞬间就爱上了他清澈的身影和潺潺的水声 一路上温婷云有时与溪流一起哼着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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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歌曲 有时又故意去拨弄小溪流的脸颊 想逗他开心 一路上毫不畅快 到了夜幕降临的晚上 温婷云就在溪边停下歇息 一抬头却发现 领头便是分头处 溪别缠缘一夜声 溪在这里是舍不得的意思 溪别指的是舍不得离开 缠缘是象声词 形容溪水流动的声音 一抬头已经能够看见不远处的领头了 而那里就是温婷云与溪流分头而行的地方 知道明天一早就要分别 小溪流自然舍不得就此离开 竟然用他的潺潺水声唱了一夜的离别曲 其实这山林里的溪水本无情感可言 他向着山脚流去 诗人却在向山顶攀登 两者本来就是逆道而行 不料诗人却看成了两者在结伴同行 溪流只是在自然的流淌 到了诗人的耳朵里却成了潺潺的离别曲 可见不是溪流有情 而是诗人多情啊 然而正是因为温婷云这番 画无情为有情的神力 才将一条溪流写得人情味十足 才让这首诗歌 焕发出不同于普通山水诗的奇异光芒啊 溪水无情似有情 入山三日得同行 领头便是分头处 西别禅元 一夜生